一飞权倾天下 作者 程九 播讲 唐醋马提苏 第249章 王爷 你众色轻友 皇上要知道难瞒的事暴露出来 变脸是必然的 但不是现在 先不说萧天耀的人还没有动手 就算真动手了 难瞒的消息也不会这么快传过来 皇上要知道这件事 肯定还要等上一等 午膳在一片死寂中用完 萧天耀完全没有 与皇上一同用膳的惶恐与不安 用完饭后 也不管皇上有没有吃好 直接放下碗筷 起身离席 完全没有把皇上放在眼里 皇上差点翻脸 可想到他刚刚要求萧天耀收手 这个时候翻脸 肯定会引得萧天耀不满 只好忍住 用完膳后 皇上不想再见萧天耀那张冰脸 随手打发他出宫 陈弟告退 萧天耀转身往外走 一出殿门 就看到急忙往殿内冲的兵部尚书 眼见兵部尚书就要撞上来 萧天耀足夹一点 轻巧地避开 兵部尚书见自己差点就要撞上萧王 嘴上赔了一句不是 却没有停下来 而是急急往殿内冲去 现在有比赔罪更重要的事 萧天耀没有生气 嘴角反倒扬起一抹诡异的笑 没想到那些人就动手了 皇上肯定要变脸了 砰的一声 皇上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你说什么 粮草被劫 颗粒不上 是 是的 兵部尚书趴在地上 快要哭了出来 简直是祸从天降 到底是什么人 这么大的胆子 连朝廷的粮草也敢劫 皇上的手紧握成拳 脸色铁青 显然是气得不行 是鬼山的匪徒 他们得到我们运送粮草的路线 提前设下埋伏 将粮草全部抢走了 在皇上强大的威压下 兵部尚书 恨不得自己能晕过去 可偏偏他的身体太好了 根本晕不了 鬼山的匪徒 他们好大的胆子 听到这帮匪徒 皇上的脸色更不好看 他曾多次出兵围剿鬼山匪徒 可却一次也没有成功 鬼山一手难攻 最重要的是 鬼山如其名 走进去就像是遇到鬼打墙 没有人带路 进了鬼山 根本出不来 皇上 兵部尚书 吓得趴在地上 身体不断地颤抖 可还是小声地说了一句 前线粮草吃紧 我们需安排人 再次为前线运粮 他们东文不缺粮 可要将粮运过去 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再次运粮 你能保证 不被鬼山匪徒 再抢一次 皇上几乎可以肯定 鬼山的匪徒 会出手抢朝廷的粮 和萧天耀脱不了干系 墨玄一煽动江湖门派 抢了萧天耀的粮草与商药 现在朝廷的粮草 就被鬼山的匪徒抢了 要说不是萧天耀做的 皇上都不信 这 这 不如 不如派萧王去找匪 兵部尚书 灵光一闪 想到刚刚在屋外 遇到萧天耀 忙到 皇上却是怒火高涨 蠢货 他现在 根本不想让萧天耀 接触到兵权 这个蠢货 居然让萧天耀去剿匪 要去剿匪 就得要兵 兵权到了萧天耀手里 还能再收回来吗 臣 愚钝 请皇上恕罪 兵部尚书 忙磕头求饶 皇上没有理会他 而是让太监 照左右相和户部尚书 监察院院士 入宫议室 萧天耀看着匆忙出宫的侍卫 勾唇一笑 可这笑却不达眼底 他和皇上的账会一一清算 回到王府 萧天耀问的第一句话就是 王妃可有找本王 过了一晚 那个笨女人 总该明白韩国的效果 要是不来道谢 他回头就掐死那个女人 有 王妃一起来就找了王爷 得知王爷进宫 王妃便去照看伤患 曹管家快步跟在萧天耀身后 将林初九的动向一一汇报 见萧天耀依旧是毫无表情 拿不准自家王爷心思的曹管家 大着胆子问了一句 小人这就请王妃过来 本想讨好一下王爷 却不想萧天耀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不必了 他等那个笨女人自己找上门 苏茶在屋内等了萧天耀许久 听到书房外的脚步声 苏茶就知道是萧天耀回来了 先一步将门打开 萧天耀大步走进来 曹管家知道王爷与苏茶有要事要谈 忙退下 苏茶关上门 看着坐在书桌后方的萧天耀 一脸凝重的道 王爷 吴大夫那里出事了 说 萧天耀眉头微皱 显然是不满 新的一批药草 被人掺了毒物 等到发现时已经晚了 苏茶说完这话 立刻低下头 根本不敢去看萧天耀 让本王收手 你去动手 果然 你能坐稳皇位 萧天耀双手放在扶手上 身子微微往后 一脸不屑 王爷 我们现在怎么办 前线受伤的士兵越来越多 他们又损失了一批药草 短时间内根本补充不上 强 萧天耀轻敲扶手 幽身的毛子 如同一潭死水 没有一丝变化 苏茶一脸震惊 吞了吞口水 才道 抢皇上的 嗯 让魔宫的人准备 萧天耀下达命令时 眼眉头也不曾咒一下 会不会暴露我们与魔宫的关系 苏茶最担心的还是这一点 不会 皇上刚刚被抢了一次 再次被抢 只会怀疑是他搞的鬼 却不会想到他头上去 好 我去安排 苏茶神色凝重的点头 临走之前又说了一句 对了 上次那批药的来历查出来了 是天葬阁动的手脚 天葬阁一连数次被萧天耀羞辱 要不报复回来 怎么甘心 天葬阁 真是不怕死 萧天耀眼中闪过一抹杀意 不过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有人要倒霉了 苏茶在心底 默默地为天葬阁特使祈祷一句 祈祷他不要活得太惨 苏茶正准备走 就听到侍卫在屋外说道 王爷 王妃求见 然后 就发现 萧天耀终身的杀气 以肉眼看不见的速度消失了 屋内的温度似有回暖 这简直就是重色轻友呀 苏茶张嘴一说 可还没有开口 就听到萧天耀感人 还不走 要本王亲自送你 我这就走 苏茶很想留下来看热闹 可是 他不敢呢 本章完 我这就听到萧天耀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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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就听到萧天耀感人